古镇尘封着留存千年的历史记忆 是连接现代与古事的一种特殊存在 时间将成就与辉煌留给过去 也将寄予与希望赋予了未来 每当行走在青石板路 看着护镇的小河闭嘴缓缓流淌 看着古镇居民慢节肉的生活 总能喜新快节肉生活带来的那种疲惫感 如同在我的生活中一切都在快节 不经意间错失了很多美好的瞬间 人生有时候需要学会慢下来 慢下来 让生命在慢慢的沉淀中 变得宁静 通透 慢下来 思考生命的价值 感悟舍得的智慧 慢下来 洞察细微处散发的存厚方向 体为生活给予的美好灰感 品读这座古镇就像一位保经苍苍的老者 有看遍浮沉的睿智 有酒历岁厚的坦然 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就像老酒一样 韵味深厚 实力飘香 细品之余 里就迷信 点滴都是时间的困扎 这么多年走过不少地方 也遇见不同的人 像是远方不断出发 是源于心底的热爱 更源于对美好事物的奔赴 我们的人生旅途在舍得之间不断抉择 坚守自己的初心 总会迎来美好的收获 就如同这杯老酒加酿 舍得时光沉淀 经历岁月磨砺 方能成就存厚芬芳 突然想起来握虎藏龙礼拜一句台词 当你握紧双手 里边什么也没有 当你打开双手 世界就在你手中 好 好 谢谢大家